柯文哲由于他已经遭到了积压禁件 在五天之后现在确定的是 决定不对积压裁定提出抗告 柯文哲的律师团在昨天有发了声明稿表示 虽然律师团认为积压禁件的裁定 存在认识用法为物 但是柯文哲在昨天绿件的时候 表明不抗告 因此现在是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因为进华城案被积压的沈庆金 提出抗告遭驳回 即使坐着轮椅全身虚弱 低着头照样被检方提训 另一头的柯文哲决定连抗告都不提 律师发声明表示 柯文哲不想为难法院 决定不提抗告 不过有人说是因为这个原因 有四个人提出抗告 通通两个小时之内通通驳回 你抗告怎么可能成功 周日傍晚超过两万名小草 排列成台湾的形状 在立法院外齐节挺科 检方说搜索时 柯文哲晚一个小时开门是想灭证 陈佩奇速度哽咽大爆真相 我在这边很老实地跟大家承认 当天我没有住在家里 从旅馆回去的时候 我发觉他在灭什么证 他在厕所里面洗澡大号 一个就是他去不开门 意图灭证 收押禁件的一个理由 我不平 我一定要帮他一起讨回这个公道 检方查不到柯文哲不法清流 以徒利罪前收押 民众党炮轰绿色恐怖 司法不公 这么多的弊案 如果要按照柯文哲模式 我保证 现在我们的中央政府少一半的官员 因为能做在哪 土城看守所 对不对 为什么绿的你都不办 你真的 当做你是皇帝啊 赖清德放人 赖清德放人 而柯文哲的第二支预录影片曝光 他痛批司法正义 荡然无存 民众党引你街头宣讲 要在全国片里开花 如今柯文哲虽然不提抗告 但司法硬仗才正要开始 记者杨洁 王志涵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道 好我们来回顾一下 其实8月30号 简连搜索了柯文哲的住家 还有民众党中央党部 柯文哲当天就已经强调了 自己很坦荡 没有问题 请执政当局说清楚 到底有什么证据 还有合理的理由 搜索呢 好因此呢 柯文哲已经在昨天决定 不会提出抗告了 宣告已自认的坦荡荡 要直求对决 简方到底查出 什么样子的证据 因此呢 联合报的新闻眼 在今天就分析了 柯文哲直求对决 就是要塑造司法抗争的形象 好但是呢 我们继续再来听一下 这个是前立委蔡壁如 蔡壁如有说 这个其实就是柯文哲的个性 那么接下来几个月 没有柯主席 就是对民众党的考验了 到底能不能够从 一人政党 蜕变为集体领导呢 好更重要的是 如何让小草们不溃散 这些都是民众党未来发展的关键 主席今天不提抗告 我觉得很符合他的性格啦 因为他性格 风格就这样 那在里头应该 两个月到三个月 最慢四个月嘛 最慢四个月 党部这边也决定 成立了紧急应变小组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 在这个过渡时间内 要看民众党是不是可以从 一人政党脱胎晃补 那自己脱胎晃补变成什么样 是不是变成群策群力 引起领导 还是会变成什么样 我觉得这两三个月是一个关键 第二就是说 没有主席的情况之下 因为以前他就是太过认真嘛 那都七点半开会 那现在不在了 是不是整个党会三万 第一个就是说 罗地法院这个会计是预算会计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也期待这八名立委 要能够拿出战利 没有柯文哲情况之下 这八部分区立委 也是战利满满 地方组织也要正常的运作 比如说党部的党务 要正常运作之外 地方党部也要正常的运作 大家会觉得说 柯文哲不在 这些小小组织会散掉 所以需要靠地方组织 不要让这些小草散掉 但不要让支持者散掉 我觉得这个就是 这两三个月 一个很重要的 自为关键的一个 的点 那看能不能 也可以说是 台湾民众党到底可不可以 存活下去 因为如果可以 都可以这样正常的运作 那大家在 就像主席讲的 好好生活 在每个人各自的岗位上面 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那我觉得 民众党可能就在这一次里头 蜕变 这个就是有一次我讲 好 柯文哲的部分呢 现在已经确定不会提出抗稿了 理由是不想为难法院 这代表他将会被压满 两个月的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 时常在脸书上发表 对时事看法的 金人科医师沈正南就说 北检预设柯文哲图利商人 其实一开始就错了 还在钻死胡同 找查金流的高手 前提错 然后呢 这个后面推论就一错又错 自己提出的诉讼策略 也就是既不违法 也未干预 已经得到民众党的重视 好 北检现在 查不到金流 就应该放下屠刀 回头示案 直接给予柯文哲 不起诉 免得留下历史的骂名 另外呢 现在有很多相关的爆料 都一一出来了 包含了特定的媒体爆料 柯文哲的USB当中 审庆经1500 北检因此就被质疑了 泄密 不过呢 现在已经发了声明自清 好 但是针对这个部分 时事评论黄阳明炮轰 记者虽然有保护消息来源的义务 但是明确说出 检方是消息来源的时候 北检你怎么能够还在装死呢 不过如果承认泄密的话 则会有检察官要负刑事责任 好 接着又说要主动分案调查 这是要应付立法院预算会期 而这里可以预判一个场景 那么就是立委在执询的时候 痛批检方违法侦察不公开的原则 法务部长郑明迁就淡淡的回应 北检已经公开否认泄密了 也已经将全案主动分案调查当中 基于侦察不公开的原则 没有办法透露侦办的进度 好 接下来我们还要来看到 针对这个泄密的部分 这个北检有发了声明稿 但是呢 前立委郭正亮就说 其实这名记者不只会害惨自己 还会害惨一堆人 尤其北检如果真的有这些资料 怎么可能不拿出来呢 让人也不得不质疑 这些资料的真假 这个假老的记者真的是爆大料 害死自己了 我跟你讲 这个查下去 你的北检的线人准备完蛋 对啦 就害死消息来源 本来就还有不止啊 害了你自己的媒体 人家镜州刊灯了一句话都不讲 你这么爱讲话 但他们应该也料到不会查的啦 不会查他们的 我知道嘛 可是对不起你讲了嘛 8月30号嘛 8月30号是台北地院还没有开庭 所以是朱家义之前 你就知道了 那北检如果有这么清楚的市政 深压他是两条都有 一个是违背植物收费 一个是土利 那北检怎么会失败呢 北检还会故意让自己失败 我这个难以想象啦 我跟你讲啊 如果北检让自己失败 自己也没有得分啊 因为他自己的目的就是要让 柯文哲服那个最高的罪状 这个就是一枪毙命的证据啊 所以如果是真的 你就已经得分了 不是吗 哪里还需要这样 迂回的走路啊 我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啦 所以我为什么我当然没有 我不会去怀疑北检扣的证据不放 我就怀疑这个记者有问题嘛 你真的有这个东西吗 这个才是问题嘛 而且那个靖 靖周刊应该是也没有这样写啊 只有讲出那个什么 小省150省进京 对不对 你这个是越讲越白耶 所以3D后来是加码嘛 所以有Excel档嘛 有USB嘛 结果他自己爆料8月30号就知道了 那你这样不用做说明啊 你这个等于是要害死一堆人啊 好 当然这个柯文哲已经遭到了积压境界 主要是因为这回减联传出了在柯文哲的住家 找到了一个关键的USB随身碟当中 好 现在大家高度瞩目的就是里头有提到 2022年11月1号小省1500省庆金 这个1500指的到底是时间还是金钱呢 引发热议 不过现在呢 又有媒体指出了 按照柯文哲 2022年11月1号当天的行程 应该没有时间在下午的三点钟 跟省庆金会面 根据了静周刊9号的报道指出 柯文哲啊 当年在这一天上午的行程 是到了静周刊接受了专访 谈论当时的县市长选情 好 下午则是出现在台北市大同区的 国庆区民活动中心 跟当地的里长会谈 好 值得注意的是呢 柯文哲在进入活动中心之前 还回应现场媒体上午接受 访谈时的内容 好 但是呢 现在大家也在瞩目的就是 到底有没有所谓的泄密问题呢 我们进一步呢 再来听一下前立委郭正亮的分析 亮哥觉得说重点 其实并不在这里 他认为现在应该要像蓝营一样 去质疑北检的办案手法 北检可以掌握市政 难道不用交给法院吗 民众党目前看来就是没有柯文哲就是会垮的样子嘛 所以他们就站立场 实际上我所认识的国民党 真的没有人表态柯文哲清白的啦 没有人这样讲话啦 比如赵教康 赵教康他说他不喜欢柯文哲啊 可是他说北检双标啊 为什么不去查超市 不去查高端 他讲话是这样讲的嘛 那你去看那个 那个柯智恩他也写了脸书啊 他主要也是在讲北检办案的方法 李艳秀也是啊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我没有看到国民党出来说 他认为柯文哲是清白的 没有啦 没有人这样讲话啦 事实上我跟你讲 我们要看马玉文是怎么讲的 对不起啊 这是马玉文自己的脸书啊 八月三十号 检联搜索柯文哲住家 查扣硬碟跟USB 我们独家掌握 这是三例的记者 八月三十号你就掌握啦 你比法官还厉害啊 那检方如果拿到了USB 可以不给法官知道吗 所以说什么 北检有权利 以后自己来做舆论做新闻 这什么鬼啊 法官裁定的时候 你这USB有没有交上去 重点在这里嘛 这马玉文自己写的 我们独家掌握 这只关键USB 有一刀毕命的档案 就是柯文哲的神秘账册 是Excel档 招募格式跟我们的图卡一样 记载了审计金1500万 包括集团总裁 科技业大佬都入列 账目记载得非常细腻 你八月三十号就有这个USB 你为什么不交给法官 所以我说你北检要不要办这件事 对不对 这个才是真相嘛 谁在跟你说司法不空 并不是说北检不能放消息 而是你北检掌握的市政 为什么没有交给北院 那北院如果看到了这个东西 百分之一千嘛 违背职务受贿 那我们现在就不用吵了啊 不是吗 因为你若有拿到钱 谁帮你辩护啊 现在就是因为没有找到钱 所以大家就觉得 这个图利罪是不是太抽象 所以我们今天才在讨论啊 不然有什么好讨论啊 这文灿确定收费五百万 一翻两瞪眼 对啊 民进党没有一个人帮他讲话 对 不是吗 所以重点是三立 你记者是怎么写的 你说你八月三十号就 看到那个USB的内容 八月三十号台北地元还没开 拜托 连朱家义没看到 到了吕正业也还没看到 有这样办案的 我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知道吗 啥 啥 啥 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